厉害 那个厉害 崔杖的人啊 说话细声细语 第一 崔杖这人呢 本身呢 就只有一米六几 体重我想有一百斤就不错了 但是人穿得干干净净 西服扎着领带 戴着金丝眼镜 去人家崔杖 这钱就还了 所以有时候你拍桌瞪眼啊 大声小气的未必起作用 关键是你话说的是否有力量 是否能达到对方的一个内心 所以我们要掌握啊 这个说话这门技巧呢 要分清对象 说白了 你就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那我们就分析一下啊 就是我们生活中 我原来讲过 我们生活中无非你的对象 就三种人嘛 生人 熟人 亲人嘛 我以前都说过啊 亲人要生 生人要熟 熟人要亲 这个我就不在这赘述 你们要愿意看 翻阅以前的都能找到 那么我们以认识程度来说呢 我们大部分就是这么三种啊 一种是陌生人 你碰到这个人就是陌生人 你不认得他 还有一种呢 是由生到熟 慢慢熟的 还有一种呢 是比熟人还熟的人 叫什么人呢 叫情人呢 对不对 比熟人还熟 叫情人 那陌生人 甭管你是怎么来的啊 就是你可能路上路遇的 也可能呢 是被人家介绍的 比如相亲 是吧 那这种陌生人之间 就是第一次交流非常重要 你最要注意的 防止进入这种尬聊阶段 你上来为什么就尬聊 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么尬聊啊 是因为你老不停地问 说话有个简单技巧 生人之间 就我说陌生人 不管你是有目的交流 还是无目的交流 尽量少问问题 最多就问一个问题 或者最多俩 我说过 你问三个 对方肯定就烦了 所以你问问题的时候呢 你随便不管问什么问题 你一定要学会 拉到自己这边说 你比如大部分人都会问 您是哪人呢 对方说 我是昆明人 昆明好 昆明那春城啊 我听说四季如春 那地我还没去过呢 哎呀我特别想去 这就把自己的弱试出来了 要不然你也可以说 昆明那地方好 我去年去了 那对真好 我特别喜欢吃那的 那个粉 那叫什么粉来着 那不叫粉 那叫过桥米线 你就把话都拉过来了 说什么都可以 一定要想办法 把话题拉到自己身上 试弱 而不是试强 你不能说 昆明那地有什么意思 很阴冷啊 很不舒服啊 那过桥米线空有其名啊 听着挺好的 吃着就那么回事啊 那你这个没法跟你去聊天 所以在生活中啊 尤其语言交流中 尤其对陌生人示弱 是你取得对方好感的 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我们现在有个词叫凡尔赛 凡尔赛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经意的炫耀 所以一定要注意 不要在不经意的炫耀中 得罪对方 那再有一种呢 就是关系 就是我们 由生到熟 最后成为很好的朋友 那么过去啊 这种游生变熟的事特多 我有好多朋友 都是在很奇怪的环境中认识的 中间没有任何介绍人 就是而且是一对一 还不是一群人 以前我讲过 我认识一个人叫张克志 那人就在马路上拿着个树枝子写字 我就过去看 我说呦 你字写得不错呀 就这么聊起来了 一直聊到他 他这人就是很 一辈子受苦受穷的 我还借过他钱 那就是关系很好 对吧 那我在马路边上也认识过人 坐飞机也认识过人 坐火车 这过去都认识过人 为什么能游生变熟呢 就是一开始双方印象都不错 双方印象都不错 那有人说 现在你有名的人跟你这样 人家body 你不是这意思 我原来认识 我没名 我没名 我有啥名 我跟老百姓一样 我就是喜欢跟人交流 交流一定要有目的 对不对 要有目的 我们这个 有的人说 你这没目的 你跟人交流什么 我们今天交流 无非是直接目的和间接目的 直接目的就是你有求于人 我们在今天的整个生意场上 到处都能看到这种 有目的的求人 那么还有一种是间接目的 什么叫间接目的呢 我就想多一个朋友 不定哪天这朋友就能帮到你 或者你帮到他 你说不准 对吧 那熟人之间呢 它都是一种很亲近的关系 喜笑怒骂都可以 它是一种很自由自在的一种状态 前些年特别新的就是各种聚会 什么同学会呀 战友会呀 知青会呀 是吧 但这时候呢 就特别注意是什么呢 因为很多 你比如同学会 几十年不见 大家聚在一起 生活状态发生很大的变化 每个人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状态 这时候切记炫耀 有人说哎呀我这开法拉利来 还不如坐地铁呢 你说这事多招人讨厌呢 对吧 就不能这么说话 我前两天也是 在那个参加一个活动完了 大家都去吃饭 吃饭就瞎聊天 聊天就一个人就聊 就说哎呀 说这疫情把我误在这了 他说哎呦 我这一下午 随便逛个街 就花了几百万 你说这人 是不是招人烦 咱也别说招人讨厌 他就招人烦 我觉得啊 你下午 逛街花几百万 大可不必 貌似漫不经心的去炫耀 那会说话的人 他就不这样 你比如好多朋友都没见 或者说熟的朋友 也可能生的朋友 大家在那一看说 哎明年打算 干嘛去啊 说旅游 带老婆去旅游 说到哪啊 说这不是老说 马尔代夫好吗 我得去马尔代夫 度过假 都到这岁数了 如果会说话的呢 你得这么说 你说马尔代夫啊 我去过啊 我跟你说 如果你不在意 多花钱 我告诉你 有一家酒店 不错 就是贵点 至少应该住一天 你看这话里话外 表示自己也去过了 也肯定了你的计划 还给了中肯的建议 高级语言艺术就是这样 首先不委屈自己 不是委屈自己 第二 不巴结对方 既不委屈自己 又不巴结对方 最后一定要给自己 留出一个话语空间 就是说话 不说满 说话说满了 非常的可怕 苏东波就说过这样一句 非常有意思的话 他说群居不宜 独立不拒 什么意思 就是人多的时候 一大堆人在一起 我不能倚靠谁 我不能老靠着谁 我自己一个人 独处的时候 我也不害怕 你想这多强的 这个精神状态 这个内心得多强大 我们大部分人 都有这个状态 连我都有 就是人多的时候 都会依赖于谁 依赖于谁 今天 当然我到这岁数 我也犯不着 依赖谁了 但是我年轻的时候 也一样 我没什么心意 跟你们都一样 就是 该犯错误犯错误 该牛的时候牛 该这个出问题也出问题 只不过我现在岁数大了 我积累了很多经验 我可以去传授了 如果我年轻的时候 能听到有人跟我说这个话 我可能少走很多弯路 少跌几个坑里去 是吧 都一样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讲 在语言交流中 跟朋友之间交流 跟半生的人交流中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份 一定要知道 为自己留出空间 为别人的感受去考虑 语言的艺术 这个语言 你还真的没有一个公式 可以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说话 你才能显得高级 才能取悦于对方 对吧 这语言有时候 完全是反向的使用 比如最熟的朋友中 经常有一种叫什么 叫利骂式的赞美 所谓利骂 利这个字很有意思 一个四 一二三四的四 底下一个言 说话 言语的言 这骂不上面也是吗 我们现在写俩口 实际上也是一个四 底下一个马 利骂就是骂人 这叫利骂式的赞美 这是最好的朋友之间 才能这么说 你比如说朋友之间 你说 哎 求你这样 高兴得跟个孙子 求你这丑德行 这你怎么说都没事 因为这朋友之间 关系特别好 还有一种关系 是很熟的一种关系 这种关系是一种假熟 比如你跟 常去餐厅的那个服务员 我过去就有这事 因为那时候 我们最早在琉璃厂的时候 老去那个 旁边那个全聚德 考验店吃饭 吃饭跟那个服务员就很熟嘛 你每回去都很熟 后来搬离那个地方 有好久都不去了 隔了一段时间 我又去 一去呢 那几个服务员一看我说 我来了 就特高兴 看我来了 往那一坐 我说菜单 就跟他开玩笑嘛 菜单 看我一眼说 要什么菜单 要什么菜单 老几样吧 就他刺的我 后来呢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亲的表现 他对别的客人不敢 为什么 他不熟 他知道我最爱吃哪几道菜 他都记得心里 所以他说 你不用看菜单 他不会说 您别看菜单了 我给你把菜 这个点上就得了 他不 他吃的你 他这种吃的你的 这种感受呢 后来我就吃饭的时候 还跟他们聊 我说 他要不吃的我们两句 我们觉得这饭吃着 还就没劲了 那这就是一种 关系的把握 我们生活中说话 实际上是一种 关系的把握 你跟人家熟 熟到什么程度 你选择什么样的语言 但是你跟人家 不熟的时候 你的语言 只要稍稍一过火 人立刻对你就反感 所以这事呢 一定要搞明白 自己的位置 还有一种 我刚才说 叫立骂式的赞美 他好像是骂你 实际上是赞美你 那翻过来 还有赞美式的立骂 他好像赞美你 实际上他是骂你 这就叫骂人不带脏字 挖苦你 比如有人说 你瞧这人 跟个大善人似的 过去有一个 包扬人的这么一个词 就说这人是个善人 那今天他要说 你这人跟个大善人似的 那就是某种意义上讲 是挖苦你 你比如说 我过去 我有一朋友 说了也不太好意思 那朋友也不在了 所以比较容易说 说是欠钱不还 不还呢 不还就不还了 欠钱不还的事多了 那我太太就说 我太太就说 你看他们一样 说我今儿碰见她了 在那大饭店里 穿得跟个外国人似的 穿着貂皮还不还钱 你说这事 确实有点不太好听 你说像个外国人似 穿个貂皮都不还钱 什么意思 猛一听好像是表扬 他穿衣服穿得豪华 实际上这是带一种挖苦之一 所以我们生活中呢 这个语言是 翻来覆去都可以 应用的 关键是应用时候 要明确知道 说话者和听话者 之间的一个关系 就是我们生活中 在所有的交往当中 最重要的一点 是要高看别人 低看自己 待人要困扰 我们大部分人都 最容易就是 在某种程度上 在某一个环境中 容易低看别人 高看自己 我觉得你处处 实时都能警觉的 知道别人不容易 做事都不容易 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 这个不容易的一面 又不愿意表达出来的一面 可能让你看的就比较容易 你就会轻视他 别说蔑视 你就会轻视他 所以我就觉得 每个人都一样 你比如最简单一个事 擦玻璃简单吧 我肯定就擦不过 我们那保洁人员 我看他们擦玻璃特六 我都试图弄弄 使不了这东西 你没这本事 不是每个人都觉得 自己本事大 别人本事一定不如你 就分什么事 所以我们在社会交往当中 一定要注意到 高看别人 低看自己 那么我觉得社交当中 工作当中 你说话的成熟标准是什么呢 是知道说话的轻重缓急 什么话轻 什么话重 有时候一句话就说重了 什么话应该急说 什么话应该缓说 过去有一种说法叫 缓事急办 急事缓办 这种辩证的说法 其实不一定完全这样 但是你可以参考 那么你说我生活中 我这同事都处得特好 我跟工作中都没有问题 我唯一的问题 就是反我们的领导 我们的领导太古板 多猜疑 那我告诉你 千万不要说领导坏话 你只要说领导坏话 我保你那领导能知道 对吧 因为这个一个单位 不管你这个单位有多少人 它这个语言系统 它是经过筛选 不断地往上涌的 用到尖上的时候 底下很多事情 就会知道 因为我做过领导 我知道 有的底下人说的话 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 最终我就知道了 那你跟领导怎么沟通呢 这个 如果你不大会语言表达 简单的语言沟通 就是问候 见到领导以后 说早上好 下午好 就过去了 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想说 也没有问题 最简单的 人和人沟通 不仅仅是跟领导沟通的一个方法 叫微微一笑 这个最简单 成本很低 你微微一笑 能解决很多问题 你在社交中也可以 比如你出去 参加一个酒会 你不知道怎么说话 别人来跟你说话 你就微微一笑 基本上不会得罪别人 你说最近不成 最近疫情太严重 咱们都戴一大口罩 戴口罩 我这微微一笑看不出来 如果你的眼睛表达不出来 你像我这种眼睛 咱们笑不笑都差不多大的话 表达不出来 那你怎么办呢 在口罩上 画一个笑 笑脸不成 画一笑嘴 是吧 这都是可以 语言交流当中 一定要注意 不要使用强势语言 即便你自觉 你的社会地位比较高 或者是我说的社会地位 不一定说你做多大官 你什么什么 就是你觉得 你受教育程度比较高 你说话就非常容易强势 比如说了半天 你说我说话 你听明白了没有 你怎么还不明白 这对语言都非常强势 这种语言 对方一定不舒服 那么这时候 你反过来说 还是这个意思 你可以说 我说明白了没有 我说清楚了没有 你不要老说 你听懂了没有 你就说我 我说清楚了没有 这个话就是把 把这个话头 拽在自己身上 对方呢 当然 有的人是比较迟钝 他就说 哎呀我没听明白 你能不能再说一遍 哎 就可以嘛 这个事就比较好 对吧 当然说话中 还有一个就是手势 手势 手势呢 说话中 首先呢 不要用手指人 指人是非常不礼貌 非常容易发生冲突 十指指人不好 中指就不能连比划都不能比划 你比如我们叫人过来 叫人过来 如果你有手势 四肢病了 都是过来过来 这是 尤其叫小孩过来 但是绝对不能手心冲上 还是过来过来 这就挑衅 非常挑衅 所以一定要知道 这个同样一个手势 你这么过来和这么过来 完全是不一样的 这种啊 都是小问题了啊 但是如果你能够注意到 在生活中注意到 你就知道 沟通一定是有技巧的 比如别人帮你 打扫卫生 你说一个辛苦了 那别人心里就会很舒服 一定要知道 就是尊重别人 过去明显极力吧 有句话啊 有句话说的 就是很俗 但是很有意思 他说的是 良言一句 三冬暖 恶语伤人 六月寒 这是过去明显极力 好像是明显极力 有这么一个总结 你就知道语言的功能了 我们讲这么多啊 刚才我好像冒了一句 说这个 熟人中最高等级的是情人 对不对 这个情人呢是这样啊 我们说了 生人 熟人 亲人 这里没情人 你结了婚以后 就是亲人 你还就不算熟人了 那我们今天说的 这个情人怎么界定呢 就是好过了一般的熟人 还没有结婚 就这么个界定 还是奔着结婚去的 那么情人这东西啊 不是情人这东西啊 情人这人呢 他得说情话 这情话这东西呢 就很容易说土了 你怎么现在好多土 而是情话啊 什么什么 你不要抱怨呢 要抱我呀 说这不是牛肉 这是牛肉 那是猪肉 你是我的心头肉 这叫土味情话啊 我看这种话吧 就是总觉得不是土味啊 就是看着很 很不适啊 我这 不是 也听过特洋的 什么叫特洋的呢 比如我前一年参加一朋友的婚礼 婚礼的上面的时候 新郎新娘都有 爱情宣言啊 那新郎就说呢 我希望我们老了以后 能手挽着手 还去看西洋 你看这话说的啊 多么有文学性 有意境 最后呢 他非逼着我上去说几句 然后我就给他 谈了半天的爱情理论 最后我就说了他这句 我说呢 等你们老子的时候啊 手拉手的去 看西洋的时候 别忘了 回一下头 回头远处 坐轮椅的 那一定是我 我为什么说这话呢 我说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所有的情感啊 高级 最高等级的表达 都是有监督的 首先你自己监督 你说我自己忘了啊 我说那些情况 我确实说过海哭石烂啊 但是海也不哭 石也不烂 我肯定不行啊 有这个 你自己不能监督 有上仓给你监督 所以我说 不论你说什么啊 多么动情 多么煽情的情话 一定有人监督 情话谁说的好 也说不过去 唐诗啊 我们随便念几句唐诗 就知道这就是情话的最高等级 明句吧 咱们说明句啊 李商隐的 春蚕到死四方剑 蜡锯成灰 泪屎干 温婷云的啊 这是我最喜欢的 叫玲珑头子 安红豆 入骨相思 知不知 你知道这头子啊 咱们现在就叫骰子 一会儿给你们瞧啊 我们现在这骰子都简单啊 上面点个黑点 点个红点 过去是相近期那红豆 过去那个头子 到了唐代是骨头的 骨质的 所以他说 骨骨相思 相思豆是红的 所以说骨骨相思 知不知 这笔星到了头了 过去我写过一篇文章 还说到这句 我说谁要给我写这么一句 我就从了 我就服了你了 那这个呢 跟这话相反的呢 就是两情若是九常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啊 这个基本上是要吹 要吹要溜 看你说这话啊 是不是 现在的话就说呀 你真好啊 我陪不上你啊 这话就是不想跟你 不想跟你谈恋爱了 还有一句 唐代度目的 叫春风十里扬州路 卷上猪脸总不如 变成今天的一句话 叫春风十里不如你 现在你看的那个戏 是从唐诗来的 那么说的比较 我觉得比较有力度的 比较大家熟知的 就是白居易的在天 愿作比翼鸟在地 愿为连里之 这都是情感表达中 比性到头的句子 这个再有就是张继的 张继的 还君明珠双泪锤 恨不相逢未驾时 恨不相逢未驾时 这感受太奇特了 太奇特了 那当然情话说的最高级的 一定是呢 大情董刘勇啊 这个刘勇说的 一代见宽中不悔 为一消得人憔悴 你看看 我这个为你都瘦了 这现在 我现在看这人为谁能瘦了 那倒也还不错 我最近 我最近减肥又有点反弹 这个一上秤 心里就不是太愉快 那个秤 这个东西很科学 你长一斤 他就知道了 我就问现在年轻人 我说你们女孩子 听到什么样的情话 你最为感动 大部分人这样回答我 说别怕 有我呢 男人有担当 别怕有我呢 如果女孩跟你一块去逛街 想买个好包 没钱 你说别怕 有我呢 你把这个兜里的这个钱包掏出来 给人刷一卡 你行 有担当 那么男人也一样 男人最爱听女人 最好的一句情话 说最能够舒适的一句情话 叫什么呢 说行 都听你的 你说的对 你说的对 这些都是语言中的一个交流 实际上我说的这都不一定 我们这事 我就这么一说 你就那么一听 你就那么一乐 这事就过去了 如果你觉得交流有困难 多读唐诗词 一定管用 今年2021年到秋冬之际 我的唐诗诵词就出来了 那上面全有大量的解释 能够让你语言表达中 大大提高一段 这自己为自己作为广告 那么我们语言 从使用者的角度来分的话 它分单向输出和多向输出 什么意思呢 比如单向输出 就比如演讲 多口秀 嘟嘟也属于这种 我们不过是个语言的使用者 就是一个发言人 一个人对着所有人 对着不计其数的人去说 演讲就是当众说话 这个欧美教育 对这个当众演讲很重视 当众说话 从小就开始训练你 我小时候就知道 最著名的演讲 就是马丁路德金 牧师的一个 我有一个梦想 我想他本身就是牧师 所以他就有演讲的能力 我们经常用这个词 演讲或者叫讲演 它实际上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我认为有稿在前的叫演讲 它有提纲 或者有提纲 每稿子的叫讲演 就是以讲为主 演是其次 比如我小时候知道的最重要的 讲演应该说不是演讲 是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 纪念白求恩 女性她这个话 她在结尾时候说了这样的话 她是这样说的 她说我和白求恩同志 只见过一面 后来她给我来过许多信 可是因为忙 紧回过她一封信 还不知道她收到了没有 对于她的死 我是很悲痛的 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情感 她说现在大家纪念她 可见她的精神感人之深 我们大家要学习 她毫无自私力之心的精神 从这点出发 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命的人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 但只要有这点精神 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纯粹的人 一个有道德的人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一个有益于人命的人 这个文章 我至今稍微再看一遍 我能够全部背下来 我们小时候都背过这些文章 过去我们知道 讲演是我要对着所有人 对吧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 收音机开始慢慢普及 那么收音机普及的时候 声音就变得非常重要 那时候人看不到电视 也没这种手机视频看 所以你看美国总统 他在收音机时代 能当上美国总统 大部分人要求嗓音好 当他电视的时代 那就形象好 所以你看 从肯尼迪开始到里根 你看里根都是演员出身 他镜头感非常好 所以他在最后 他有几个演讲 我看的都非常受感动 比如当年的挑战者 航天飞机失事的时候 他就最后讲到 争托地球的枷锁 触摸上帝的容颜 以独特的生命形式 给予荣耀 你想想 他把一个失事 一个巨大的事物 说成了一种荣耀 这是演讲者的一个本事 每个人的 其实都有内心的一种表达 只不过有时候不大会表达 或者说没经过强度的训练 但是有人说 说你这个都督是不是照着稿子念的 你做那个国宝一百 是不是照着稿子念的 我先告诉你 我原来最出路的时候 啥也没有 想到哪说的哪 结果那节目 就是东一郎头西一棒子 后来就需要有一个提纲 确实需要有一个提纲 按着提纲去走 那后来这个提纲越准备就越细致 越细致呢 他那种感受 可能给观众的感受就不会那么好 那我们希望他很自如一些 就是想到哪说到哪 那你就不能对我要求太高 比如说你怎么说说 说跑了呀 跑了就跑了 跑了再拽回来 对吧 我们说话中啊 很多时候还会有一些突发的 突发的 这是特别体现一个人说话